你怎么看这一次迈凯恩选择一个这样与众不同的人物来当他的副手呢 迈凯恩选这个女性并不是单单因为女性 因为她有这个执政能力 她从一个非常小的城市 在阿拉斯加偏远的一个地区只有几千人的一个小城市做市长 然后竞选阿拉斯加州的副州长没有成功 后来又竞选阿拉斯加州长 成功的在2006年竞选到阿拉斯加州的州长 她是代表普通美国普通人这种奋斗的精神 她的丈夫呢是一个蓝领人 是一个油田的工人 这个和传统的共和党代表说 有人都说代表多数就是有钱人的利益 实际呢他也共和党也代表广大 说大多数人的利益吧 好的谢谢景明先生 我想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惠普先生 如果我们从这两周来 民主党的全代会跟共和党全代会 一起来看美国的一个核心价值 跟它社会的文化的话 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请教您 就是说我们看到希拉里在民主党的初选中 其实也是表现非常出色的 那么现在共和党这边也选出了一位女性的副总统人选 你怎么看在美国社会当中 女性是不是透过这一次美国总统大选 能够打破原本的所谓的玻璃天花板 让女性参政的人数也能增加呢 赵惠普先生 是的 我觉得这个尤其女性或者是少数民族 这一次呢能够在美国这个总统大选里面 能够扮演这种重量级的角色都是非常正面的 可是呢 我想借这个机会谈一谈这个 说不定这个共和党跟民主党的这个核心价值 其实我这个裴林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不但是我个人出人意外 我看了很多美国这个主流的媒体报道 也大家都是非常surprise 昨天晚上我在看那个共和党大会的时候 我居然发现很多人把裴林跟这个老布希的时候 那个副总统丹奎尔两个互相比较 我觉得这个是 当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这样比较 当然不是什么太好的事情 因为丹奎尔 奎尔是非常不成功的一个副总统 那么可是我觉得很奇怪的 就是说你如果看看裴林的过去 他的价值其实反而跟这个民主党还比较近一点 我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今天除了大家都知道他的什么小17岁的女儿怀孕 其实我还发现 这有一些可能还没有很公开的 就是说你知道裴林在他年轻的时候 参加过阿拉斯加的独立党吗 这个独立党的意思就是说 希望要把阿拉斯加从美国本土独立出来 我想这个东西是 如果说你选一个副总统 你不要说只是为了选一个女性 我觉得这样对女性来 反而是一种好像不是很尊重 只是为了要找一个女的 来跟欧巴马的黑人的背景来相抗衡 因为像欧巴马选了副总统 当然我蛮遗憾的 我们的威吉尼亚的州长 没有被他 是他最后的三个人选之一 没选上可是他是很小心的 在看这个人的领导能力 执政能力 当然裴林你可以讲说 他两年前还是一个 九千多个人的小镇的 一个小市的市长 可是他的当这个州长 那个是有一些负面的报导 那么我就在想说 这核心价值说不定 因为他很强 很强烈的裴林很强烈的这种 Anti-abortion 就是不准这个堕胎这种立场 有没有加到分呢 我看了半天 我觉得有主流的在介绍 就是说在你们的现场 在Saint Paul 是很兴奋的 可是在美国其他的广大的地方 并没有得到什么特别的加分 当然 大卉普先生 其实除了这个副手的人选之外 我也想请您分析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事实上 除了副手人选 跟布什昨天的演讲之外呢 大家也关注共和党这次在全代会中 所提出的一个竞选政纲 那其中有一部分是提到 有关台海部分的 是呼吁台海能够和平解决 他们彼此之间的争端 不晓得您怎么看这样的问题 简单跟我们的分析一下好吗 就是说共和党的政策 跟民主党的政策 在今年的大纲里面 我其实看不到太多 经济上有什么很多不同的地方 因为经济实在是不太好 那么对台海两岸呢 我觉得当然共和党是台湾一路支持过来 是他很保守派的 军方这种鹰派的都一直支持台湾 那支持台湾的目的呢 当然是以美国的利益为优先 到底台湾的利益 是在对它来讲有多少 当然是见仁见智 那么民主党呢 是希望说台湾跟台海两岸呢 能够广海建立一个 和平的一种契机 所以说美国就可以将来呢 可以更用比较 比较客观的方式 来看这两岸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就说 以目前的看法来讲 就是很可能呢 两岸因为这个台湾 因为新的马英九当总统以后 有两岸中间有很大的一种 和平的转机 所以我不觉得这两党的政策 在台海两岸会有太多太多的不同 好的 谢谢赵惠普先生 那我们也知道说 共和党全代会在昨天公布的 2008竞选政纲当中 是呼吁两岸要和平解决的台湾问题 而美国之音中文部 也在共和党大会的现场 为您专访到了前来圣保罗访问的 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江炳坤 请他来解读共和党政纲中 有关台海关系的部分 他同时也谈到了此行 来到美国共和党全代会 他对美国选举文化 有一些什么样的观察 一起来听听看江炳坤 当时是怎么说的 最重要的是看看美国的这种选举 特别是两党政治的时候 他们透过这种活动来拉台选情 那么有一些地方 当然类似台湾的做法 但是有些地方也可以值得我们来学习 特别是在他们对整个政策的宣导 这个党代表的活动 我想很多地方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 共和党出台的这个政纲里面 怎么谈两岸跟台海关系 那根据礼拜一出炉的一些初步的情况看来 他们是希望能够促成解决台海问题 而且是要透过对话 并且得到台湾人民的同意 得到台湾人民同意 这个部分好像跟过去稍微不一样 那你认为这样子的一个改变是基于什么样的因素 跟目前南岸关系的变化有没有关系呢 当然这个比较我不是很清楚 但至少就是说 站在台湾人民的立场来讲 我们总是希望看到一个整个这个台海的一个发展 特别是过去几年 台湾经济的发展受到两岸紧张的影响 那么紧张就会影响 这个资金在台湾继续来投资 也因此当国民党政权开始对话的时候 我也相信这个是一个将来对台湾经济有帮助的一个措施 那么我们也希望说将来透过这种两岸的交流 不只是在经济上能够让两岸的人民同盟齐飞 我们希望在政治上达成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的效果 在政纲中另外一个重点是台湾关系法 其实上周民主党全贷会的政纲出来之后 也提到了台湾关系法 两党同时提到这个TRA 您觉得是一个乐观的发展吗 对应该是因为过去在美国跟台湾的关系来讲 台湾关系法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法律 那么美国一再重申按照台湾关系法来帮助台湾 也因此站在台湾的立场 我们欢迎这两党同样的一个在政纲里边 再度的强调它的重要性 好的 最后一个很直接的问题 您下一期 好的 美国之音专访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江品坤的全部内容也已经上网 听众观众可以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www.blog.blog.com